3月3日,一男子在高铁上吃泡面,结果被一位苍州大姐怼了好几分钟。 最后该男子在贴吧发帖着说该苍州女子没素质,要人肉该女子,对于这个事大家怎能看? 据了解,高铁对于在非餐车以来的车厢食用泡面这种行为并没有明文禁止。 而且高铁和火车上都有贩卖泡面,规定上说禁止食用味道大的食物,如臭豆腐和麟等,因为高铁密通信号,还是尽量大家食用一些没有味道的食物。 都看着啊,一个车厢在这吃泡面,吃完泡面还不叫闷,还不到,就在这儿熏着大家,见过那么不要脸的人吗? 我问一下,哪条规定不能吃泡面? 怎么没关系,哪条高铁都有规定? 我们在这吃泡面,刚泡好,他过来喷我。 什么要喷你们? 什么要喷你们?你吃屎才喷你了?你是吃的屎吗? 他这样骂人。 你骂谁? 他过年的,你应该吃个泡面,何必呢? 我这就先回来,这地方赶紧打,赶紧打,就你这种外类,以后别上高铁了,有点贡德心吗?有吗? 谁在骂人,我们从来,我没有骂过一句,谁是外类。 你可以问一下后面的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什么,我们刚泡过来。 我跟你说,第一次不让你吃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接着吃,你怎么跟他说的? 哎,骂着骂着吃,不着急,吃完泡面还不到。 对啊。 你怎么想的,我问问你,怎么想的? 你刚在那骂我了? 我就骂你了,怎么着? 你刚才我们去到的时候,你骂我了? 我就骂你了,骂你了,孙子,我就骂你了。 还带着个小孩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为什么? 我就问,就因为你没道德,知道吧? 别,别,别指。 这还有孩子呢,还有大人呢,大人受影响,孩子你受受影响,说不让吃了还不行了,没完没了是吧? 你还知道有孩子? 你还知道有孩子? 这是我的孩子,关你屁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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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吃东西谁让你吃泡面了? 人家规定可以吃泡面了? 人家规定可以吃泡面了? 人家规定不能吃泡面,你还这样吃? 人家规定不能吃泡面,你拿出来看看。 人家规定不能让你吃? 你拿出来看看,别这么拿出来。 要不做餐车吧? 不做餐车,整个高铁都知道。 我 我 什么东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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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一下。 他捏死 你知道吗?他不到。 他不意的。 是 是 是 知道他是神经病? 不是不是,您您您听一下是这样,整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们拿出来泡面,因为到个时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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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你的意思。 不是 我只是我要表达一下 我实在是憋着他 你让我吐完 对对对 我们刚拿着泡面 然后他抱着孩子 然后过来过来直接说 你不能吃泡面 我这个人的话 我就是你如果跟我好好说 大家相互理解 我就出去了 结果跑过来跟我说 你不能吃泡面 然后就这样指着我 后面人都看到了 然后随后 所以我过来 我过来 我们吃完之后要过去送 过去送车 然后我回头看他一下 他在骂我你知道吧 他在骂我 我这个人脾气就是说 你如果骂我的话 我就放在这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理解您的意思 我就放在这 然后就开始喷起来了 我也理解您的情绪 他可能是可能 产货以后会比较 保护他的小宝宝 但是但是保护小宝宝 你好好说 那有可能产货抑郁症的话 就不一定会 我就说可能 我不能当着他的面说 我知道 我知道 我 我就是 我们从来 我们从来没有 没有大部分说过一句话 你可以去问一下后面 看到您的态度还是很好的 还是很理解他 就真的很感谢你 刚才我跟他说了一句 你要不提的话 您就分开来做餐票 其实挺好的 你们两个做个餐票 出口点声 他们等一下万一又婚离场 我们刚才我跟我老婆说 我说如果是他好好说 你是在拍我吗 没有没有没有 如果他好好说 然后我没相互理解 他直接碰我 他直接你就让他 他听到一个理解 他直接碰我什么 你是泡面 还有我理解你 我搞不定这个思维 你知道吧 他可能觉得泡面的味道 真正在小宝宝 然后他们的强度 会过多保护他小宝宝的游戏 实在不爽的话你就 倒下